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小金故里 山东东平班纠店 在我的右手边就有陈小金的塑像 威风凛凛 手持三板斧 而在小说里边 陈小金只会三板斧 披脑袋 鬼踢牙 再加上掏耳朵 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 陈小金根本就不是用的三板斧 而是用的马术 你可以理解为长枪 并且他是出身高贵 人生屡历 堪称完美 那么真正历史上的陈小金 到底什么样 观众人也行 今天我们聊聊陈小金 陈小金又名陈之杰 他是妥妥的官宦子弟 从小就十分的骁勇 随莫天下大乱 陈小金组织了百十来个民兵 保卫乡礼 后来又加入了李密的瓦钢军 公元618年 李密和王世聪在芒山大战 陈小金驻守芒山 扇雄信驻守在衍诗北 王世聪出兵偷袭扇雄信 于是李密派出了裴行眼 再加上陈小金去帮忙 结果裴行眼被刘剑锁伤 陈小金单枪匹马杀入地营 把裴行眼给救了出来 之后逃跑时被小兵拿术 一下把身体给戳穿了 陈小金回过头去 就把追兵的武器给扭断 反杀了追兵 这一仗让王世聪对于陈小金刮目相看 此时的李密刚刚打败宇文化集 根本就没把王世聪放在眼里 所以王世聪第二天打了李密一个措手不及 陈小金和秦琼就败入了王世聪帐下 但是陈小金觉得王世聪这家伙气度不行 成不了大事 于是他就和秦琼商议投靠唐军 就在王世聪和唐军在九曲大战之时 陈小金和秦琼投入了唐军 他们败在了秦王李世民的麾下 随着唐朝一统天下 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矛盾逐渐显现 陈小金也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帮助李世民拿到了皇位 所以陈小金就被排进了凌延阁二十四功臣 他排名十九位 很多人说陈小金是个莽夫 在真正的历史上 他根本就不是莽夫 反而他的政治眼光非常的独到 李世民去世后 是陈小金拥护着李治回朝 保证了唐朝皇位的顺利交接 在李治废王皇后 立武则天为后的废王立武事件中 我认为陈小金肯定是站队了 并且站错了队 站到王皇后那边了 所以才会遭到李治和武则天的疾恨 公元六百五十六年 六十八岁的陈小金出征西域 他的副教叫王文杜 说得到了李治的秘旨 于是就把兵权给拿了过去 陈小金并没有说什么 后来人家横堵城已经开城投降 王文杜怂恿陈小金去屠城 陈小金确实也去屠了城 回到朝廷之后 这俩人都被免职了 但是陈小金不久就认了齐州赐使 后来他提出了治事的要求 也得到了准许 公元六百六十五年 七十七岁的陈小金 去世在了长安家中 之后就陪葬在了李世民的昭陵 我是任远行 喜欢记得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文史古迹